从六岁世界百步传扬 从来都是我射人 其由人射火 我起来 上马继续冲杀 盛兵军 你退下吧 我将率军冲杀 我正在一乡 死也要死为马上 我起来 孙权派老将韩当 率领十万大军救援夷灵 大军走到半路 周太却发现队伍中间有一辆马车 好家伙 自己三令五身 军队里面不需搞特权 这是谁敢无视军令 周太却冲冲篮拦下马车 结果发现马车里坐的 居然是老将成普 将军 你怎么上前线来了 杀敌啊 你身患重病 怎么还能上阵杀敌啊 我成普 受三代主攻的耗恩 只能以死为报 你放心吧 到了阵前 我定能挥到杀敌 不会让你麻烦的 周太直接秒变舔狗 亲自给成普驾车 很快 吴军抵达前线 副齿口之战正式开打 老将黄中率领三千兵马 攻打由成普驻守的南战 随着黄中一声令下 蜀军的赶死队 发起冲锋 此时驻守西寨的韩当和周太 也发现了黄中的将棋 魏军吴虎上将 如果他在这里 蜀军主力必然在此 一定是去攻打成老将军的营寨去了 什么吴虎将啊 我早想跟他叫我高地 今天正好让我赶上了 给我狠狠地打 蜀军扛着云梯 汉不畏死地冲向吴军营寨 老将成普稳如泰山 用经验丈量着双方距离 等蜀军冲进武士不时 成普立刻下令放箭 箭矢如雨射向蜀军 蜀军没有盾牌 损失惨重 但仍有数百人 顶着剑羽冲到城下 而迎接他们的 是成普早已准备好的滚木类石 面对如此严密的防守 蜀军根本无计可施 在扔下数百具尸体后 蜀军开始撤退 这让周太看到了机会 黄中一看目的达到 领着残兵立刻开溜 另一边 刘备早已在桃园山等候多时 得知黄中已经把吴军引出迎战 刘备立刻开始战前动员 刘备一提战马 身后士兵七汉万岁 蜀军士气瞬间达到顶峰 与此同时 韩当和黄中 一个追一个逃 双方很快来到腹池口 黄中带着一帮残兵 慢悠悠逃进腹池口 可当韩当来到谷口时 却直觉有些不对 为了闻妥起见 韩当下令停止追击 黄中得知消息 也忍不住感叹 韩当不愧是东吴名将 战场经验确实丰富 眼下要想让吴军上钩 只有一个办法 听命 打起本将的大盗旗 跟我回去 继续重杀 就这样 黄中抱着必死之心 率领手下兵马 冒着剑雨 掉头杀向吴军 此时周太还一个劲的 怂恿韩当追杀黄中 但韩当已经察觉不对 坚持停止追击 下令吴军 只用乱剑杀敌即可 黄中当当出谷 侧马前冲没几步 迎头就遇上一轮剑雨 黄中大刀不断挥舞 但剑雨实在太密 黄中一个躲闪不及 手臂被射中一剑 当场栽落马下 黄中刚刚起身 胸口又中两剑 副将发现不对 急忙喊来盾排兵 保护黄中 黄中这才得到一丝喘息之机 手下都劝黄中撤出战场 可黄中心有不甘 自己六岁席剑 十岁剑术大成 纵横天下六十五年 未逢敌手 从来都是自己射别人 哪有别人射自己的时候 今天为了当诱饵 黄中被迫中剑 这样的耻辱 只能用敌人的鲜血来洗刷 于是黄中强行起身 让手下牵来战马 他要继续冲杀 结果黄中刚要上马 背后又中一剑 黄中强忍疼痛 翻身上马 率领士兵 发起最后一次冲锋 此时就连一向沉稳的寒当 也有些心动 这可是斩杀五虎上将的荣耀 只要自己能杀了黄中 必然可以和周瑜齐名 在军功的诱惑下 韩当终于上当 十万无军 一股脑冲进腹吃口 黄中的计划 终于成功了